首先我一定要 非常慎重的跟大家講 尤其是今天我們是現場 沒有字幕 所以我要講得慢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要講的話 我希望對我們的藍營 這個韓粉 我覺得很重要 首先這個時候 不要搞焦慮 然後不要去在意 這幾天的民調 特別是如果就在今天 明天或者是後天 很多民調出爐去交叉分析 說鍋粉的票轉移不過來 轉移到韓的身上 少於轉到蔡的身上 這些事情 我不是說這些民調是真是假 是 距離選舉還有四個月 它都會變動 各位一定要了解 選舉的變化 是現在不可以預測 四個月後的結果 根據現在的部分 只能說我們大家定立一些 努力的方向 可是不必過分的焦慮 也不必過分的激情 我為什麼今天要講這些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在這段時間中 我自己也參選 我也比較了解 所謂的鋼鐵韓粉是什麼樣的粉 包含9月8號 我也親自去現場見識 到底萊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首先我覺得這一次對萊營來說的 大好的機會就在於 堅強的支持力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挫折 打死不退的這群人 現在在萊營這裡 這件事情 萊營要很高興 因為過去二三十年來 從未發生過 但是在這個所謂 很鋼鐵的韓粉裡面 有少數的人 他只要一焦慮 他就很容易攻擊別人 可是這個時候 是不可以攻擊別人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講成這樣 因為我有看到這個跡象 不管郭台銘董事長為何而退 我很贊成佑政講的 今天我們就要感謝他退了 那也不要去說 沙喀對我們比較有利 一對一怎麼樣怎麼樣 事情會改變 因為民進黨在去年 1.1.2.4投票前 令人討厭的所有的事情 到今年已經九個月過去了 非但沒有改變 每一件事情都加碼 變本加厲 當時大家很討厭吳一寧 現在吳一寧的2.0 滿天都是 當時大家非常討厭東廠 結果現在的他控制司法 而且司法惡劣的情況 滿天都是 當時大家非常討厭 他這樣子整台大校長管忠敏 結果繼續整 所以民進黨是變本加厲 民進黨只不過因為 當時國民黨內亂 內外交迫 然後香港又來搞一個反送中 然後蔡英文在那段時間中 裝成一個辣台妹 好像民調就上來 大家想想看 蔡英文民調上來幾個月 兩三個月 他民調不會下去嗎 所以這件事情 我必須說對於藍營來講 對於韓國瑜的支持者來講 昨天絕對是很好的一天 而且這個很好的一天的氣勢 大家要無論如何維持下去 昨天對蔡英文來講 是很壞的一天 雖然現在的兩三天 民調看不出來 但是為何很壞 昨天三季重拳 打在蔡英文的臉上 第一季 這個邦交國少一個 第二季郭台銘退選 第三季大家沒想到 呂秀蓮參選 現在民進黨的人會說 呂秀蓮沒什麼 他如何如何的 我告訴各位 來贏的人都會去連署 讓呂秀蓮可以參選 呂秀蓮只要拿到門票了以後 那他是什麼等級的武器跟炸彈 大家等著看 對 有明天說的沒有錯 不要焦慮 也不要太過激情 高興一天氣勢往下 延續 這次要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也是告訴各位韓粉跟韓家軍的 有明天剛剛提了一個關鍵 打死不退的 以前在民進黨那邊 民進黨那些人 不管 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 不管 有沒有貪污 他沒有 我就是要挺他挺到底 但現在這些人 或是說這樣子的激情 移到了國民黨的身上 那麼那個主角當然是韓國瑜 好啦 當韓國瑜你看到了 他有韓粉 他有這些深藍的選民 或說深藍的鐵票的時候 這些人基本上打死不退 他一定會投給韓國瑜 因為這些票 他們有一個共通的概念 或是共同的信念 叫做以前是非韓不投 後來霍文哥告訴我們 是要非藍不投 那對不起 現在的藍就只有韓國瑜 所以他們也只會投給韓國瑜 好啦 這些人全部加起來多少 依照過去的一些民調 大概參考是30% 沒錯吧 韓國瑜不管怎麼被黑 都有30% 但對不起 我們之前說過了 如果是沙喀都 韓國瑜40%就贏了 30到40 多10% 現在沒有了郭董 變成藍綠對決 那韓國瑜可能要50%才會贏 30到50要多20% 那這20%要從哪裡來呢 當然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郭台銘董事長的郭粉 但是郭粉跟韓粉不一樣 韓粉是一定投給韓國瑜 如果沒有韓國瑜 他就不投票了 但起碼他不會去投給民進黨 可是郭台銘董事長的粉絲 對不起 他除了支持郭台銘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質 是不喜歡韓國瑜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今天沒有了 郭台銘董事長這個選項 只剩韓國瑜跟蔡英文 那我又不喜歡韓國瑜 我又不是深藍的鐵粉 那怎麼辦 這些人有沒有可能 反而去投給蔡英文總統呢 也就是說在郭台銘不選之後 他的顆粉會不會 韓國瑜拿到的 有可能比蔡總統拿到的 還要少呢 這個才是現在 大家要研究的關鍵問題 惠玲姐 其實的確我們看起來 昨天從臉書的發言 坦白講看到郭總退選的消息以後 其實我真的沒有高興一天 我大概高興不到一個小時 因為我認為 原本造成了裂解的效應 從臉書裡面的反應看起來 當然這是我觀察的一個指標 我覺得並不樂觀 很多在他的臉書上 標誌非國不投的人 他說郭董不選了 也不要想我們去選給草包 我們寧可那一天出去郊遊 就跟韓粉一樣非韓不投 我們也是非國不投 再不進我決定去蓋給蔡英文 所以這樣子的情緒性的反應 的確是從郭董昨天11點宣布退選以後 就一直余波盪漾 在他的支持者裡面的心中 支持者心裡不舒服可以理解 但是我始終覺得這些朋友 在看韓國瑜的時候 把他看得太浮面了 比如說他們批評他的一些話 說什麼他是草包 他是什麼 我覺得他從很多大面向的觀察來講 你講他是草包 真的並不是很公平 就是說我不知道這些朋友 坦白講我認識很多高知識的 經濟環境也非常好 也非常希望台灣有一個 良好經濟環境的這些朋友 很多都支持韓國瑜 你認為就是說你因為賭籃 因為生氣 因為不高興 因為郭董沒有出來選 你很失望 所以你把這一票 給了蔡英文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台灣整個的大環境 我們姑且不要講候選人 個人的特質好了 就看昨天所羅門又斷交了 這些跟這個蔡英文 把香港當成撿到原子彈 那香港的事情怎麼樣 並不會讓 就算你今天通過難民法 更不要說你俗辣 你連難民法都不敢通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不斷的消費香港 你為台灣帶來的什麼 所羅門的斷交 會不會某種程度而言 也跟你不斷的 去力挺香港 不斷的試圖介入香港 不管你有沒有用金錢介入好了 至少你林飛帆見了人家 而且我們可以從網路上看到 試圖幫香港去募款的 這些情況一直存在 你能說跟你蔡英文都沒有關係嗎 民的幫你不敢 叫你去組百萬人大遊行 去挺香港這些人 你也不敢 可是你消費了人家以後 你只把大陸跟台灣的關係 弄得更差 那我就不懂 今天你因為郭不出來選 郭還表示 郭台銘還表示 他是永遠的中華民國派 你因為郭不出來選了 你就要放棄中華民國了嗎 你就放任民進黨繼續 一個邦交國 一個邦交國 一個邦交國的斷 然後最後真的把台灣 只變成一個省的地位 到最後連跟對岸談判的籌碼 所有的籌碼都不見 這才是你希望 你賭氣 希望看到台灣的未來 中華民國的未來嗎 所以我認為其實真的是 我可能是A型 所以我不像永明姐說 覺得不用悲觀 要給大家一點時間生氣 可是氣沒有辦法 氣四個月那麼久 四個月會發生很多事情 等到氣消了以後 看到蔡英文更生氣的時候 這個心情就會轉過來 我覺得給大家一點時間 是的確是需要一點時間 讓他們心裡面的傷口復原 也希望他們可以更在這個 沒有一些第三勢力 惡意的挑撥之下 大家能夠更心平氣和 想一想 未來選什麼樣的人 才對中華民國的未來更好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就是說郭董 他不選之後 他的支持者也是很始終的 這些支持者 對國民黨來說很重要 對韓國瑜來說很重要 韓國瑜也知道 不然他怎麼會告訴你說 我會盡一切的努力爭取郭台銘的支持 與協助 他大可說感謝郭台銘董事長 謝謝他以大局為重 他不需要這個時候 還要去尋求他的支持 尋求他的協助 還是一樣 我們感謝郭台銘董事長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郭董事長 他是不選了 不是回來了 不選了跟回來了是兩回事 他今天如果回到國民黨 甚至跟韓國瑜好好的來合作 那這些票沒有問題 起碼八成到韓國瑜身上 但他沒有 他只是說我不選了 但是他沒有說 那我要回國民黨 跟韓國瑜再在一起 沒有 這是關鍵問題 所以當郭董只是不選了 而不是回來了的時候 這些票也只是不投了 沒有回來了 回哪裡 沒有回到韓國瑜身上 汶恩哥 佑正我想這些後面協調 剛剛永平委員提到的 這些東西我都同意 但是這些懷有跟溝通的工作 應該是由韓市長 跟他的團隊去處理 我是評論員 我只能跟觀眾朋友講說 這些新聞的發展要怎麼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時間點 2月20號 今年的2月20號 他是第一個時間點 在2月20號之前 柯文哲的民調是第一的 因為在2月20號之前 是沒有韓國瑜的 雖然我鼓吹了很久 可是正式把韓國瑜 放入民調的名單 是2月20號之後 所以柯文哲他現在很酸 在兼歌罵柯文哲之前 我要搶先一下 搶頭箱 柯文哲說哪有人 當幾個月市長 就跑去選總統的 那是韓國瑜他不得已 因為國民黨沒有人能贏 國民黨當時在2月20號 那個時間只有韓國瑜出來 能夠擊敗柯文哲跟蔡英文 2月20號之後 韓國瑜就遙遙領先了 這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講第二個時間點 4月17 就是郭台銘在國民黨中常會 說他要選的那一天4月17 在4月17之前 我想佑正你非常清楚 藍軍的形勢是大好 好得不得了 那4月17之後的狀況是什麼 觀眾朋友你自己去體會 我就打不出來了 這個iPad就壞掉了 那在我用果凍之亂 來形容這個郭台銘的參選 因為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5個月 4月17到昨天5個月 我希望這是據點 就到9月16就好了 因為他的這個初選的過程 包括初選之後的環恰恰 其實對國民黨傷害非常的大 我請大家回到4月17號的 國民黨中常會 郭台銘講什麼 郭台銘說 我一定支持黨內初選勝出的人 這個拜在網路上 已經被撥到爛了 我要告訴觀眾朋友 昨天他宣布他不領表 不參加20月 他只是回到他4月17的 那個時間而已 他只是兌現他當初的程度 說我要選 不過我也輸 我一定支持東來初選贏的人 你只是回到這個點而已 我再強調一次 這些工作應該由韓市長 韓市長說 郭台銘很多委屈 我請問韓國瑜不委屈嗎 誰在李嘉奔背後開槍 我就不追究了 但是這個 他是回到這個點而已 所以大家也不必對他有 當然不是要去罵郭台銘 但是也不必對他有太多 議美支持 你只是兌現你的承諾而已 我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當我的結論 如果你民調第一 你會不會去領表 現在來不及了 那個已經下班了 今天是最後一天 5點 如果你民調第一 你會不會去領表 你一定去領的 我贏 我還沒領表你也好了 這是王宥正之前講的 宥正說郭台銘如果參選 應該是第三名 我補了一個刀 是第三名而且是慘敗 應該是 所以回到這個問題說 他為什麼不去領表 他為什麼不選 因為他不會贏 他如果會贏 他就去領表了 這些當然希望 宥正我當然希望下一次 韓市長的大型的造勢 不管在中部或南部 大型造勢的時候 神秘嘉賓是郭董 大家來大團結 我們今天的貴賓是我的學長 郭台銘來了 好 大家一定 那個藍軍的團結 所以我之前在宥正的節目 我就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郭台銘 如果能夠跟韓國瑜配 或是跟韓國瑜合 以民調來講 雖然我已經不太看民調 我認為用民調的形容實在講 郭台銘的實力 就像你剛剛講的 那個郭粉跟年輕人 至少可以幫韓國瑜 衝個5% 10%沒問題 對 但是希望郭台銘能夠再想 當然一開始 昨天才不選 然後今天就立刻 大家跟馬英九這樣抱在一起 那是不太可能 還有116天才投票 這個時間鏈我相信是夠的 夠吳敦義跟韓國瑜 展現他們誠意 我也希望郭台銘再想一想